位在台南高雄交界的二人锡 在1970年代之后曾经臭名远播 甚至有台湾黑龙江的名号 因为临近的湾里茄定 当时是废五金工业的重镇 薪水常年遭到严重的污染 总是又灼又黑 直到2001年 政府开始大动作的拆除非法业者的厂房 也清理沿岸有毒废弃物 环保团体更是配合大力的净摊 富裕湿地推广生态教育 十多年来好不容易改变了二人锡的风貌 但没有想到最近环保团体发现 有多达至少一万吨的电子废弃零件 竟然还藏在岸边 每天随着潮汐的起落 持续释放有毒物质 将近20年了 究竟为什么西边的电子废弃物 迟迟无法清除完毕 这对于生态威胁又有多严重呢 就上面的桶已经整个氧化过来 炒水糕 五两天 如今无需工 这种东西呢 它一旦融解出去 你要把它回溯回来 那根本不可能了 水沉虾 虾虾追逐断掉 用心天地有比较 我们最不能接受的就是说 你把它放在那里 搁在那里 二人熙诱读废弃物在线 开放团队跟着当地环保工作者 来到废弃物发现地点 八八水灾过去以后 我们跟环保室 环保室在做底泥 我一抓 怎么会有电子废弃物 一抓 在摆在那里一抓 抓那个底泥 抓起来都是 都是那个电子废弃物 然后往这边一看 哇 原来这里有一块 就大概从 照看下 还以为苏水龙一行人是口鼓小组 而他们找寻的的确也是遗骸 只是是电子废弃物遗骸 你看这个通通都是 你看这个有绿色的 这个有绿色的 这个有绿色的 这个都是 这个都是有一点铜的存在 到底这些电子废弃物来自哪里 怎么会如此粗糙地被丢弃在二人熙岩 这些电子废弃物应该都不是新的 它是早期可能50年代末期到80年代之间 那整个湾里地区其实是在 替全世界处理电子废弃物 这些电子废弃物大部分来自美国 原本要被载网公海丢弃 台湾回收业者却动歪脑筋 将这些废弃物统统运回高雄湾里 当时他们可能用 把他们要的金啊 铜啊 或者是白金取走以后 那就拆解剩下很多的电子废弃物 包括电容器啊 电池啊等等 那这些废弃物 它其实就究竟掩埋在二人熙的两岸 回收废弃物金要经过焚烧 酸洗 粉碎 炼容等多道程序 焚烧时会产生有毒气体 烧过的废电缆还会被带到河边冲洗 塑胶灰烬 这些过程都会对河川空气产生污染 加上当时从事回收行业的人非常多 污染情形迅速扩大 民国71年的时候 那个加拿大劳长春博士 来这边测土壤跟那个空气里面的带好性质 那明显的严重偏高 所以那时候劳长春博士说 这里不适合人类居住 1994年環保署明令禁止国外混合废物金进口 以阻断原料来源 但是禁止飞舞清清口其实 并没有马上改善这边的环境 因为台湾也开始有自己的 大量使用这些电子产品 所以有一些回收液还留在这边 2001年政府祭出铁换 再拆57家非法熔燕业者的惩房 而人世的飞舞金工业才算彻底终止 但这条溪流已经回不去往日面貌 水质又黑又浊 而那些废弃电子用品 也一直躺在岸边污染溪水 直到2011年 水利署第六河川局 曾在二人溪提防工程处 进行大规模的清理 当时认为 已经让沿岸的电子废弃物 处置的差不多了 但如果真是如此 怎么现在又发现废物精呢 有那种东西我们看到 类似好像什么石头那个 那个就是有问题 放眼望去 杂草一片 这恐怕就是废物精被掩藏的原因 许多电子废料都被藏在土里 泥里还有草堆里 要不是水流持续冲刷 没人会发现 这里还有当年的残留废弃物 刚打的是这里 这个位置 看起来很像土 然后铜 十二万五千ppm 鑫四千七千五千四 分析一扫 土壤中的重金属成分 马上现行 破表的数字 让环保团体很忧心 这些重金属 一旦随着水流溢散出去 对整个生态环境 甚至是人体健康都有危害 随便打随便操作 这个东西都已经在这个地方 而且是很明确 它的粉尘会水的下雨 或者水就冲发出去 我们本来就应该 既然知道 最起码你煮个紧急打包 先离开高攀地 然后连这个最基本的预防东西 都没有 虽然说是新的废五金 气质点 其实几年前 就已经通报相关单位 房地民众不止一次反应 希望尽速把这些有毒物质处理掉 但无论是找台南市环保局 还是水利署第六河川局 得到的答案 都是全责不在我身上 为了理清责任归属 记得前往第六河川局 我们河川单位是以防洪为优先 那当然之前在所谓历史工业 在河川区域产生的部分 我们发觉我们会尽量来处理 那现在涉及到如果 因为现在 環保法律越来越严苛 我们强调就是说 我们在我们 黄宏的本业的技术 我们是OK的 可是涉及到環保处理这区块 第一个我们绝对一定要 请环保单位来跟我们协助 我们环保局是一个监督的单位 我们不应该别人说 我们环保局去帮它清理 从历史以来 大部分都是归中央管 所以这是六河局的管辖权 这是无庸置疑 只是六河局 它如果他们为了要清理的过程当中 有牵扯到环保的问题 废弃物的处理的一些技术 什么的这个部分的话 当然他们的专业 不是在这个部分的话 我们是会提供 可以这些资讯提供给六河局 作为他们后续的一些处理的 一些资讯的一些参考 曾参与协商的相关人士透露 责任归属一直搞不定 最大的问题 恐怕是处理经费要谁来出 现在二人锡岸边的电子废弃物 福古约有1万公顿 目前行情处理1公顿的有毒废弃物 大约需要3万元 那么1万公顿的处理费 最少都要3亿台币 这笔高额经费 到底要由谁去编列预算 或许才是双方较力的原因 他们可能要等到司法解决 就是环保局跟六河局 用司法的行政诉讼去解决这个问题 就是谁要出来负责整治的 可是我们人民怎么没有办法 再等你一两年 人民到底还要等多久 创办高雄写定山伐协会的苏水龙 已经等了30个年头 早在1990年 他就投入二人锡 环保整治工作 盼望有一天能够看到 二人锡不再受到污染威胁 如果按照这样的方法 要使他回复到我们小时候的 那样的二人锡不可能 不可能 不少还要在几世代 他们也建议说 是不是可以从环境交易走上 他生小宝宝的时候 比较 相较与政府处理问题的推脱心态 苏水龙跟关西二人锡整治的伙伴 不愿坐以待毙 他们规划生态教育课程 从邻近的学校开始 带着学生认识水域环境 也带孩子搭上船 观望这片瘦道污染河川 唯有了解历史才能继续教训 投身环境运动这么多年 最让苏水龙自豪的 就是这片富裕成功的百沙轮湿地 我们最初是从那一块试验 那试验成功了以后 再任养过来 原来是从0.5公顷 0.5公顷那一块 那试验成功了以后 我们再继续任养 变成2.5公顷 越来越大 对 然后再过去任养 过去那边4公顷 然后现在又一直延伸过去 7公顷 这片白沙轮湿地 曾经堆满了一个人高的电子飞气物 即使六合局在2010年 曾将它清理一空 但这里已经奄奄一袭 料无生机 后来苏水龙脑筋移动 想要把它枕制成湿地 活化生态环境 但身边的学者专家全都反对 他们认为苏水龙两手空空 没有经费 光是怎么处理污水 就是大功成 但是苏水龙发现 二人溪旁边的余温 竟然有干净水源 东边还有一些余温 余温就抽二人溪的水 我一去看 我就问他 未来心那么张 你抽那个水 养那个鱼 又不是死掉的 对啊 那故事你不知道 原来白沙轮旁边的二人溪水 临近出海口 漲潮时密度高的海水 因为质量较重 会往二人溪的底层流 渔民此时向下抽水 就能得到相对干净的海水 苏水龙如法炮制 在漲潮的时候 将海水引进白沙轮 仅仅三个月 他看到弹土鱼的身影 它大只要 它只有 它只吃一口而已 就是吃那个藻类 那藻类一定就要 所以 它这个鱼 沸沸沸 在鱼沸沸 它就开始发烧 它就在这 光是贪图鱼 在这片湿地上 就不止一个种类 你看那个 朝朝鱼在打架 有没有看到那两只 朝朝鱼在打架 对 它们用那个 好将腿 贪图也会打架 再过一阵子打架更香 让苏水龙欣喜的 还有看到鸟类踪跡 一瓶候鸟前阵子 才刚从湿地离开 水里头浅浅的脚印 是害羞的鸟儿 给我们的见面礼 这群交客 让人看到二人溪的一线生机 这个脚印 这个脚印有可能是白鹿溪 小白鹿 清不完的废弃零件 延宕的环境工程 固然让人气馁 但幸好还有人 愿意将最宝贵的青春 献给二人溪 富裕之路漫长无奇 唯有更多人愿意一同观照 脚下土地 受尽折磨的二人溪 才有可能找回往日的捷径